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一下肥貓,鄭則士 講一下他近況,他瘦了很多,頭髮都白了 之前在上水開間藥房,現在還有沒有開? 因為已經通關了 請大家給個like,我們講一下肥貓,Cango,鄭則士 他說他當年贏了成龍 他的影帝拿回來,贏成龍 但是被人欺騙了兩億 這麼多錢被人欺騙? 那怎麼辦呢?說他走投無路之後要去拍三級片 肥貓有露過嗎?我還沒看過 他應該比女主角大 當年鄭則士因為一句話 王家衛也要被人炒魷 可想而知鄭則士在演藝的勢力也有差不多 近況如何呢?大家都很關心他 又說有什麼病,又說幫老婆醫病等等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們交給熊飛龍先生跟大家講一講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 我想說一下鄭則士 在我眼中來說 又要這樣的身形,肥肥的 而又揹個做主角 雖然現在他通常演配過多些 但曾經拿過做主角的 又要做過兩位影帝 除了他和紅金布之外 也想不到第三位是肥肥的之下 電影的成績來說算不錯的人 鄭則士獲得香港電影金劇獎兩位影帝 分別是第五屆 當年就是何必有我 以及第十六屆的三個受傷的警察 尤其是何必有我 創造了一個肥貓的角色 之後又有肥貓流浪記 還要拍電視 他簡直是做了一個IP出來 很難得 想說一下鄭則士的近況 如果說他近來出席在螢幕裏面 我記得最近比較近 就是無線台慶 萬千聖輝頒獎典禮裏面 2022 出來餐場 那次他還大贊吳偉豪好演技 當時媒體訪問鄭則士 問一下他 近來其實你有什麼要做的 鄭則士說他近來主要是忙煮飯 而且是忙了幾年 不如說笑而已 原來他其實去年11月的時候 就是剛剛在深圳拍完電影回來的 這段時間主要是休息 現在就沒有什麼特別事做 所以就天天主要都是煮飯 去家市買下菜 近來那些馬鈕都挺漂亮 我就買下馬鈕 烏頭還是買烏頭 這幾年重拾很多以前沒有做的東西 以前是有煮飯 不過其實有三十幾年沒有煮 但是現在又煮飯 我看他精神也不錯 因為其實早兩年那時 見有媒體拍鄭則士 白髮蒼蒼很老 很頂 可能這次他有出席 特得出席的無線頒獎 當然是穿好一點 而且他的頭髮也染了黑 媒體問他 Keng哥你身為兩屆影帝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演員特別留意呢 他跟著Keng哥說 早幾天說起一個都不錯的 就是朱寧寧 朱寧寧 朱寧寧 誰是朱寧寧的 不是港姐那個 外回家那個 吳韋豪 原來那晚 頒獎禮的時候 有獎拿 早前那時見他在回歸劇集中 也做得不錯的 原來他後來也有在外回家 叫大家給多些機會 年青人 他覺得他是可以 循序佔中的 我覺得他總會是有成大氣 很厲害的 Keng哥這麼特別看得起他 那些人問他為何Keng哥特別看得起他 就是最主要就是整個的味道感覺 因為他說其實他一直之前做了很多年外回家 突然間出去做一些series的drama 即是回歸那部電影 哎呦浩做得不錯 控制得到 吳韋豪在回歸裏面就演一個IT強人 他說他裏面出來的味道是不錯的 有淡定 不作狀 見下今次Keng哥出回來 氣息都不錯 都算是這樣 因為其實早幾年 他以前說他深受病痛折磨 又說要籌錢給他的妻子去醫病 但現在看他都OK 近來出來 娛樂器這些很多時候有起有跌 Keng哥都試過幾次起跌的東西 又說他曾經為了拍戲 投資拍戲 虧了幾千萬 又被人騙了兩億 最後搞到他要賣車賣樓 逼著要拍風月片 一會兒我都會跟大家說一說一下 不如由他一些小小的背景 開始說起先吧 鄭德士是1951年出生 現在計算來說都71歲了 他是家裏面的長子 三年級的時候 曾經在作文的時候 寫下一個 叫做我想當演員 那時候還被老師嘲笑 說他貪慕虛榮 但他沒有因為老師這樣笑而氣喪 還把這個夢想偷偷地放在心裏 由於小時候家境比較貧困 所以沒有完成過中學的時候 就已經絕學 之後又做過廚師 又做過珠寶醬 原來鄭德士是年輕的時候 是很瘦的 是一個人來的 完全想不到 那時候打工就被人欺負 於是他才拼命鍛鍊 狂吃 然後把自己變成一個肥仔 那時候他不理會家人的反對 就去參加演員培訓 那時候他跟他媽媽約定了 他說叫他媽媽給他一年時間 給他一次機會 一年時間就可以 如果不行 他一輩子都不再想做藝人 接著進入了預讀區 也算不錯了 很快就在電視台上 有一點儲光 因為外形特別 所以很快就 一些肥仔的角色馬上想起他 所以有時候 有些特別的外形的演員 也有他特別的好 那時候他第一次參演 就已經演周恩發那套狂潮 和周恩發有合作的氣氛 其實他之後也和周恩發很有淵源 例如他拿影帝那套 叫《何必有我》 那套戲是自導自演的 同時周恩發也有份去演的 那套戲當年競逐時 那年的香港影金像獎 也挺激烈的 同時有成龍 成龍當時有警察故事龍的心 這些都是成龍的代表作 又有周恩發在這裡和他競逐 周恩發那套應該是他女隱心 但最後就是由鄭德時這套 自導自演的電影《何必有我我》 就獲得獎 其實也不簡單 一邊說大明丁也成龍 製作也很厲害 另一邊是好好演記周恩發 也被他擊敗 我看回一些報道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一時也挺好風光 片酬也不錯 那段時間是跟王八明很熟 因為他應該也有 幫一下生藝成也有演戲 有一次有一件事 他說了一句說話 令到王家衛完全沒有東西搞的 那段時間是甚麼事呢 就是 當時原來王家衛是王八明旗下 其中一名編劇 當年王八明說 當年生藝成也有很多戲可愛 也有很多編劇 他負責簽支票 所以很多時候很留意編劇的名字 當時留意一個叫王家衛的人 好像幾個月都沒有上班 又沒有交過劇本 於是有一天他就找王家衛見面 叫他 花點時間寫劇本出來 誰知道王家衛跟他說 他其實要花很多時間才寫到劇本 但是王八明就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 坐錯車他用了兩天就寫完劇本了 最佳拍檔只不過一個星期而已 這番話就逼一逼王家衛 之後三個星期後就交了劇本回商公司 當時王八明看到鄭則時 就給劇本看看 鄭則時看完之後 就給了一句說話的comment 廢紙一答 當時原來王家衛回那麼多時間 去寫劇本竟然是廢紙 因為鄭則時一句說話 搞到王八明和王家衛 奔主關係結束了 因為事之炒友 如果不是的話 有可能王家衛之後 還留在生意城 到時的歷史就有可能完全改寫了 誰知道一兩年之後 王家衛就憑一套王國卡門之後 又再出名了 鄭則時都說 有些令他自己驚嚇 原來有些事情他自己都會 走漏眼看漏眼而已 另外因為鄭則時 看到王八明開電影公司 都賺了多少錢 於是1993年 亦和朋友 合作開創了一間電影公司 想著可以在電影中分開一杯筋 誰知道沒有想過生意很差 當時投資一套電影叫做 《四九風雲之極後英雄傳》 誰知道租票房慘敗 還欠下成千萬巨債 當時在公司合夥人 也拿了公司一些資金走 那裏成兩億 加上當時張偉健簽了他們 提出解約 要求公司立刻還清所有工資 但那時鄭則時 完全沒有辦法可以還到這筆錢 於是被張偉健告上法庭 鄭則時曾經說過 當時真的跌得很慘 窮到地步你是亂想不到的 那一刻他說 那一刻跌的真的很痛 好像將自己所有的東西 除了父母親人 女兒賣不走之外 其他甚麼都要賣出去 又要不停拍戲去還錢 他有一段時間忙到 連三餐都沒有空吃 你要知道有一段時間 其實他的片酬是曾經高過 劉德煥和曾仁發他們 看了曾仁發 他這段時間沒有錢 其實試過去買法哥借錢 但被法哥一口拒絕了 他覺得很心肚意冷 覺得這行人為何這麼冷漠無情 當然有可能 法哥也有去一套原則 因為他也不是第一個拒絕借錢 之前五萬但也試過 而且很難怪人的 可能他借錢真的不小 我想 如果他借一百萬的話 那個年代一百萬 其實已經可以買到一千尺的單位 你想想 那個錢其實是多大呢 那個年代 那時候鄭德士真的把自己的房子 車全部變賣出去 慶幸蕭先生 蕭若元 竟然突然肯借錢給他 借一百萬給他 讓他可以周轉到 那段時間 所以他為了新計 就開始瘋狂接氣鄭德士那段時間 甚至不惜放下影帝的身份 拍一些風月片 到了沒多久 劉德華也知道這件事 劉德華還主動邀請鄭德士過來拍戲 起碼給他一個正經的工作機會 令他翻身一天 所以鄭德士說 十分之感激劉德華 鄭德士說 經過一次磨練之後 心經開始慢慢變化 好像看清楚娛樂圈的真面目 當時除了劉德華是自有之外 其實整個圈內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在這裡說了一句話 他說娛樂圈不可以交心 患難之交真的太少了 所以不要要求朋友一開始到最後 都在娛樂圈裡都對你這麼好的 有些人以前會是更好的 但有些人會因為一件事就馬上翻臉 我想說一下鄭德士的演技有多好 因為基本上 雖然他本身是胖 但他的戲路是很廣 之前也說過 他可以演出很壞的壞人 演出智障也行 某個程度上 極之善良 戰令一面極之監獄 極之險惡奸詐 他完全是演出了 大家甚至覺得不是演的 他裏面當時覺得就是這個人 他就是這樣的人 鄭德士曾經說過 為了演好當年肥貓的角色 這個很有名的IP 甚至去學過一些 真正和智障人士對話的方法 鄭德士說他很感激的一件事 就是在生命中 找到自己的太太 就是林二明 林二明本身也曾經是一位演員 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代表作 就是拍過幾部電影 他太太在原來比較深厚的友誼 可能只有紅金寶 當年他太太和鄭德士在1989年結婚 1989年那時候 鄭德士仍然是好環境 因為他後來拍電影輸很多錢 那是90年代初之後的事 他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都大排年值69位 那立刻整個香港的媒體都報道了 我記得電視機也有看過 他們結婚裡面的一些片段 鄭德士說過 整個娛樂圈很多都是假情假意充滿著 但他沒有想過 他太太被小14歲的妻子 選擇當他有困難的時候 仍然是不離不棄的 陪伴在身邊 回憶回到那段日子 他真的說了一句說話 最對不起的人其實就是他太太 跟著他一直都好像在吃苦 所以當鄭德士仍然再度有氣息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買了一棟千萬的豪宅送給他太太 表示感謝他 不離不棄 數下數下 鄭德士和他太太已經走了三十多年頭 大家的歲月 還幫他生了一對子女 網上流串的太太患了一些絕症的消息 他說同樣的太太飽受了一些尿毒症 折磨 但是鄭德士從來沒有放棄 救治他太太的希望 因此有一段時間其實已經少出來工作 後來他也再度復出 努力工作 甚至連網劇也照去拍 這樣互相扶持真的是難得 這件事 雖然鄭德士現在的生活有時候都比較困難 但是他依然有些情況 例如武漢那些地區 有些地方他需要捐賦的時候 他也走去捐了五十萬個 這個舉動令到很多網友都給他一個like 他那些真的是人民藝術家 所以早兩年那時候 你見到他身軀 比較 眉毛都白了 頭髮比較鬆 穿著一些老人家的衣服 出街 但是你見到他近來出席TVB那裏 已經整個人精神爽利了很多 我想他可能要拍戲 所以他就要染上頭髮了 其實很多藝術家如果不拍戲 那些薩娜 真人是人的 周星馳那些已經是 發哥近來的白頭髮都多了 給大家看到 鄭德士的講解 雖然他很多時候的作品 現在已經大不如前 沒有以前那些作品那麼有名氣 但是他仍然是不會退休的 鄭德士說他很多時候演戲有什麼心得呢 以前有個導演跟他說過 哪怕是同一個劇本 只是不同年代不同導演 不同演員來演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說他如他所說 作為一個演員就要讓觀眾 喜歡那個角色和認可那個角色 已經足夠了 鄭德士從已經這麼多年 他對自己的演戲來說 一直都是很嚴格的 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當年的演戲的夢 演每一個角色那時候 他更心盡力 希望演活裡面的角色 他經歷了一些人情懶暖的事情之後 其實他現在對明尼已經開始看淡了 只是偶爾跟他老婆在街市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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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